字幕志愿者 品 зачем你干? 《清さん的大家的单 Pablo responsible 海老年》 《田ноп主上 深深培 courage 将进entleship 似加密调子、平身的真面 configurations》 《黄 역시 送ends adoption clearly》 那 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 就来把 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先的要去看的是 在物理上面除了divergent 刻以外 我们常常会发现 我们把一个先gradient 然后这个量呢 再divergent OK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物理上面在后几章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解这个方程式 那现在我们在前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把这个gradient 然后再divergent 那基本上面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的意思很容易的 首先我们直接就把 所谓divergent的意思是什么 你现在你先把divergent拿出来没关系 那你鬼点先把它写出来 i 软软xt 加z 软t软y 加k 软t软z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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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好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 那鬼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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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点dot就是divergent 那你现在就是你把i软软x加z软软软y加k软软z 然后dot后面这个向量 所以一项一项你把它盛开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i dot i 是等于多少 i dot i ok 所以我们看到 它变成是 对x的二次为分 i dot j呢 0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项等于0 i dot j呢 ah i dot j等于多少 0 没有了 j do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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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j dot j 1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一项的component k 它的二次为分 好 然后j dot k 0 k dot i 0 k dot j 0 k dot j k dot k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ok 換句话说 我们这样子表示的意思 你直接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符号 它其实 它其实 就是 就是 把这个存量呢 对 xyz 全部做 二次为分 在物理上面 在物理上面 我们就直接把它叫做 最常写的方式是这个方式 我们叫做laplacin 所以以后如果你讲说laplacin t 其实就是它 那后面的部分 在后几章的话 你就会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去解laplacin equation 所谓的laplacin equation 就是laplacin t 等于0 就是laplacin equation ok 这样能够了解吗 所以你如果 这个部分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无从知道 你要解的这个东西是要解什么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好 那 记住一件事情 是 这个是存量啊 你才可以对它gradient啊 对不对 一个gradient 是对存量作用啊 有同学一点疑惑了 鬼点是不是对存量作用 鬼点对这个是存量作用 回去没复习了 它是一个operator 向量的operator 只能再对存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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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向量 的operator 一个向量后面 一个向量后面 这个operator要作用在后面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向量的话 它只能对它dad或close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是后面一定是对一个存量作用 你绝对不能写这样子 这个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情况 一样的 我说如果 我这个 这个鬼点呢 对一个向量作用的话 那中间可能是两个鬼点 那两个鬼点 DOT以后再对V作用 那你就要先把这两个operator 先怎么样 先作用完以后 你才要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那你现在看 这两个作用完以后 这是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向量 DOT以后它应该是什么 一个存量的东西 但是它是什么 operator ok 它是一个operator 也没有所谓的存量 它已经没有方向的operator ok 所以 假设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直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这两个 DOT I RONGRONGX 加J RONGRONGY 加K RONGRONGZ DOT I RONGRONGX 加J RONGRONGY 加K RONGRONGZ ok 然后整个 再把它作用这个V 这个operator 这个向量上面 那前面你把它放出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RONGRONGS的平方 加RONGRONGY的平方 加RONGRONGZ的平方 对V 对V 这个作用 V是什么 I VX 加J VY 加K VZ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你看到的是 在 I 方向上面 它是 Laplace 的VX 加J 方向面 Laplace 的VY 在K 在K 方向上 跟Laplace 的VY ok 所以 这两个东西 你绝对不要搞分掉 它是挂号是挂在这里 跟挂在这边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 不能随随便便把它 你的挂号 挂在哪里 就 放着 好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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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第二个 我说一个grader的物理量 我刚刚是把它divergent 那现在呢 我来看 克它会等于多少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个东西是等于零的 很等于零的 那其实你要去证明它是 很简单的 因为你直接利用 克的定义 那I J K 这是A Clos B 所以第二排 应该写成什么 找一个同学 找一个同学 等于什么 来 上来 第三排呢 还没有睡着 OK 你就直接把 Curve 的部分 A Curve B 的情况把它写出来 接着 你就去计算一下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I component的部分 是等于是等于什么 这个跟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Long Long Y Long Z T 对Z为分 再对Y为分 OK 同样的 同样的 这个是对Y为分以后 再对Z为分 那 那这component 这component的时候呢 先对X为分 再对Z为分 再减掉 对Z为分以后 再对X为分 OK 那同样的 K component 我们先对 这个Y为分以后 再对Z为分 然后这边呢 先对Z为分 再对Y为分 那这个等于多少 很明显的 你看到的 是等于 OK 那这是我们 可以看到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它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它重要 你现在已经看到 它是永远等于0的 所以未来 你看到一个物理量 克A等于0的话 那 A呢 你就要可以把它写成 某一个纯量的规点 也许是正 也许是负 也许是负 OK 它一定是某个纯量的规点 它就会维持 克A一定很等于0 那在物理上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呢 有的 马上你们在第二章第三章 你就会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电场 如果 OK 我们现在的电场 是一个静电场的话 那它要维持 克A等于0 克A等于0 就是 所以 所以 我们马上可以写出 1 它一定是某一个 纯量的gradient 那 它是什么 纯量的gradient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定义 这个V呢 就是我们的potential 就是 从这里面 你就可以大开的看到 电场 跟 这个电位 之间的关系 它的 这个数学的 这个联系性的情况 这是 在之前 在 这个 非常多的例子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个 你们会碰到的一个例子 所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要了解的 一旦克A等于0 那你就马上知道 那个A 一定是 某一个 存量的gradient ok 你可以找到 这个存量出来 一定可以找到 那个存量出来 好 好 那接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接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刚刚看到了 我们这个 克A 克一个像样等于0的情况之下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是 我把一个向量 把它克以后 ok 我再把 它的值 再divergent 它也是 always equal to 0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的证明也是很简单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证明啊 其实这个证明 关系到什么 我们上次给你们的实题 ok 给你们实题 A dot B dot C 它其实 在这中间里面 你可以把 A cross B dot C 可以把它复换的 因为它出来都是它的什么 这个的立方体 A B C 所为成的立方体 那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就来做一个 你把它复换 ok 那复换的情况之下呢 你要记住 这个要拿掉了 为什么要拿掉 因为 如果你这样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存量啊 就不对了 对不对 同样的情况 你看 我在复换的时候 我已经把挂号写出了 在这里 因为A要dot一个 A向量要dot一个向量 同样的 你这个是一个向量 如果你是这样子写 这是什么 存量 对不对 A不可能close一个存量 这是不行的 所以 所以 记住一件事 这里 就马上要把它 ok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这样写以后 你可以像这样子的情况 一一把它算出来 不然的话呢 很简单的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先作用完以后 才跟它作用 ok 他close他 A close A 等于多少 Aclose A等于多少 0 所以他的 这是很快的一个计算方式 或者你就直接把它写成matrix的情况之下 一样的可以去计算出来 我说写成matrix的情况之下 刻V就是 longlongz Vx Vy Vz 然后跟它stop 所以这个是 Yz 你去计算它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等于平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这个情况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准备好上课了吗 好的 我们刚刚在举 这个 刻一个物理量 它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物理量呢 一定是 某一个 存量 的 gradient ok 那在这个物理上面呢 它是一个 scaled potential 也是电位 你们很熟悉的 在大一普通物理 你们就已经熟悉的物理量 只是没有用这个 向量的运算来表示出来 那 同样的情况 在这里有一个很等式 我们说 只要 一个物理量 它 是本于0的时候 ok 这个物理量 就可以 就可以 把它写成 某个物理量 的刻 这也是很等的 在物理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后面我们会学习到的就是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磁场 或者我写成 intensity 好 这是磁场 那 那你现在 你看到 如果我这个物理量 dot 等于0 依照这个很等式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另外一个物理量的 刻 ok 这是很相等的 而且一定成立的 那 在物理上面呢 这个A是什么呢 A 就是我们 另外一个potential 叫做beta potential ok 那beta potential 这是存量的potential 存的 定位 那这个是向量定位 ok 在磁场里面 你就会看到 后面的部分 你会计算 你的beta potential 是多少 那这个beta potential 引进来的 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完全 依照这个 的很等式 直接 你就可以看到 ok 好 这是两个 我们物理上面 几乎我们的电磁学里面 在探讨的 就是 电场 磁场 电位 磁位呢 磁位 这个磁的beta potential 或者magnetic potential 都可以 好 这是 这四个物理量 是很重要的 这四个物理量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 或是跟下个学习 会探讨的主题之一 那完全都是在 这个向量里面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会出来的 好 那 那 那 其实 在你们 继续往前 的情况之下 那 再把 a 那是 a dot c ok 那你在b 方向上面 你不能把 你不能把规定 写在这上面 你不能把规定 写在这上面 所以 所以你如果把它写到后面 来 是作用在后面的物理量 我们没有其他的物理量 物理量都已经在这里 所以 基本上面它是在前面的 基本上面它是在前面的 再来 a dot b a dot b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讲的 然后 是直接作用 这两个operator 都作用在b上面 ok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这里 就是我们 你要去计算的 一个 这个值 好 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在提醒同学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不要跟这个东西搞混了 三个东西好像好像 只是大点在 那个芝麻放在哪里而已 好 Dot的点 放错位置的话 你就全部的味道都不一样 ok 你看到它放在这里 这是加的东西 这是加的东西是不同的 ok 那虽然都是一样的 这是洋葱洋葱 那你跟放在蛋里面 跟放在这个 这个起司上面就不一样 同样的 你芝麻放的位置也不同的话 味道也不同了 注意的 你不要把它放错位置 考试放错位置是 完全就不一样 你不要来跟老师讲说 我这位置放错了 通通不对了 ok 味道不同了就不对了 ok 那这个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是存量 对不对 存量鬼点 它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很简单的 这向量基本上面 因为它是存量 我们把它写出来 很快 回归到我们的定义 ok 它作用在这个存量上面 这个存量是什么 存量就是 这存量是什么 找个同学来讲一下 绿色衣服的同学 好 就你 他是怎么 蛤 你上来写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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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问题吧 对不对 对 好 没问题吧 对不对 对 对的 好 所以呢 你接着 你接着就要把一项一项把它展开来了 所以在I方向上面呢 你要longlongx的这一串东西 好 好 这作用完以后还要对X为分 在J方向也要longlongy的这一串东西 在K方向上面longlongz的这一串东西 好 那你看到这个是跟这个不一样的 好 也跟它是就是跟它不一样的 所以记住的 好 好 这两个 就是在这边再提醒各位同学的一件事情 好 好 那我想 我们在一个向量 你把它做二次的operator的部分的话呢 大概到这个地方 那课本有一些这个立体 立体你们自己看一下 基本上面 我举个例子好了 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 OK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如果说这个我要计算 这个轨点T的话 那轨点T的话 那就是你把它 对X再对Y 再对Z方向 通通去做微分的动作 所以 第一个部分 对X为分 这边-5I OK 1-5X 3的4Y cos的3G 这很简单 那第二项的话呢 就是对Y为分 那这一component的部分 对Y为分的话 那XZ通通通是定值 所以你把它4倍的 1-5X sine的4Y cos的3G 那第三项 你对Z component为分 Z的不是component Z的变数为分 所以你现在只对Z的变数为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边还有一个 Cosine要变成cos 所以在Z方向上面的话 那我们cos的 对Z为分的话 变负Sine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负的3E负5X Sine的4Y 然后Sine的3G 跑出来 这是很简单的 那如果你要 那如果你要Laplace的T呢 那LaplaceT的情况 就是等于是什么 你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Laplace的意思 就是在各个方向上面 各个分 这个变数 S变数 Y变数 Z变数 全部通通要做二次为分 那我们看 第一项的话 对它做二次为分的话 只有这个是X 那你对它做两个为分 两次 一次是-5跑出来 然后两次就是-5的平方 E5X Sine的4Y Cosine的3G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对Y Y你要对它做两次的为分 第一次三次Y 变成什么 四倍的Cosine 是Y 但是在一次为分 这个就变成是 Cosine就变成 -Sine 所以这边变成是 平方 三平方 然后负 Sine - Cosine的3G 然后对Z 然后对Z 这两次为分 一样的 会变成-3平方 -X Sine的4Y Cosine的3G 所以你把它 整理一下 这是25-16-9 那它是本地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请举手 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基本上面 最重要的是 这部分 你要了解 Laplace的意思是什么 好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向量为分 你已经了解以后 现在要来做积分了 记住这个部分 一定要复习 OK 你先进来好了 好